九周是幾天呢 你就再把這個地方 刮鬍起來 刮鬍有沒有 然後面怎麼樣 在層上 多少 七天 打勾一下 看看是不是63 沒錯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如果向下填滿 這個地方有沒有 就可以全部算完 總共 就是這個日期 結束日期 這個開課日期 再加幾天之後 就是結束日期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OK 那 最後怎麼做呢 其實 很簡單 你就最後結束日期就是 等於 開課日期 加上什麼 這一天 打勾之後 答案就出來了 OK 因為呢 後面這個是幾天之後 那如果把這一天 再加上幾天之後 就算 那你把它下面點兩下 全部就算完了 喔 那不就好了嗎 對不對 這樣就可以下班了 然後你就報表印出去 不過可能老闆 也許以為你會做很久啦 他不知道你工作效率這麼快 喔 交欠的 你給他 他還 啊 什麼 做完了 這個 我曾經有發生過一個狀況 很久以前 我曾經在公家機關做過事 這也是一樣 我把東西大概半天的時間 就把東西交給主管 他就看了很 我很久一段時間 那眼神告訴我 不會吧 你這麼快就交給我了 後來我就知道 原來他覺得太快了 後來我問了一下 其他同事 他說 對這個大概 一般人大概做三天 後來 我就了解意思了 後來我就三天之後 再交給那個主管 不過那主管還是看了我一下 他還是覺得你好像太快了 後來我發現 大概五天差不多 所以一件事情 本來一個早上可以完成的 你 混個五天 這五天要幹嘛呢 實在就 所以 可能效率啦 有時候當然 不同單位啦 因為私人機構 你就不能這樣子 我這 這是 真實案例 OK 好 那這邊的話呢 請各位先試一下 我把 剛剛重點再提示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開課斑別 把這個範圍呢 先選起來 然後呢 把這個名稱 放到這邊 因為用這個名稱來代替這個範圍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在這邊 用哪一個呢 用那個 插入函數裡面的 V路函數 這個是檢視與參照 裡面的V路函數 是V 最後這一個 按確定 查什麼查他 查哪個表 F3 開課斑別 查第幾藍 查第三藍 比對方式 是完全一模一樣 按確定 30天 這邊 一周有 3小時 再減掉 第1周 因為第1周已經是開課了 開課日期這邊 然後再怎樣 把它再刮糊起來 再乘以什麼 刮糊起來 再乘以 這邊刮糊起來 乘以7 就是63 OK OK 那我就把這個結果做出來了 這個的話 這個格子 就是他加他 不過其實 當然你不用這麼麻煩 還多一個一欄 有點麻煩 所以 最後當然 終極的結果 把這個剪下來 然後呢 這邊按打勾 這邊再貼到這邊來 實際上 最後其實乾脆這樣 就是直接怎麼樣 前面再加上 這一個日期 再 加上什麼 加上後面這個 有沒有 那不就 一次就可以完成 不過我怕 可能動作這樣子 你們會 比較沒辦法玩 可能會有一點 狀況 所以打勾一下 你會發現 還是一樣的結果 但是這邊就可以少掉一欄 OK 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 到底在做什麼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你的工作裡面呢 只要是 可能你的 代號 然後你要查的東西在 另外一個表格的時候 你可以先訂一個名稱 以後利用V 就排數呢 就可以幫你去查詢到 那一個表格裡面的地體欄的資料 你可以把它帶過來 這個方法 非常的重要 因為 任何的工作裡面 都有可能會需要 查詢一個對照表 所以這一招還蠻管用的 可以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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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